瓊子被中華藍對上立陶宛 無懼對方率先開張 中華隊隊長陳英俊 外圍帶頭三分開砲 也預告了這一節的比賽走向 接下來射手簡浩也接力 左右兩面開攻已經很厲害 沒想到他老兄手感一來 擋也擋不住 只要一有空擋就出手 中間再來一顆嚇壞寶寶 簡浩單節轟下五顆三分球 幫助球隊要到32比21的領先 第二節雖然立陶宛 立平進攻 不過中華隊馬上還以顏色 手已想展現單打能力 無懼籃下一片黃黃低 找到空擋且入上籃 至於陳英俊也不遑多讓 把握快攻自己來 完全不減速漂亮得分 前兩節攻下了10分 還送出五次助攻 幫助球隊半場打完48比37 依舊握有11分領先 休息之後 曉飛仁劉真跳出來 除了在外圍有發揮 還和隊友漂亮合作 拉桿上籃賺到小藏加一 今天攻下24分6助攻 其中有13分集中在這一節 沒想到立陶宛靠著幾波快攻 一度將分差追到6分差距 場面有點緊張 進入第四節高炮塔 試圖用外線搶分 不過I'm sorry 想在地主隊面前撒野 可沒這麼容易 這個時候挺身而出的就是黃針 連兩季外線重振士氣 而且他老兄表示這還只是前菜 接下來的表現 用手起刀落來形容 真的剛剛好 外圍怎麼投 怎麼有 就算換個方式 改成自己左邊繞過來跳投 照樣打板進去 各位觀眾 單解23分真的是太狂了 靠著他獨自下起3分雨揚場而去 中場寶島英雄106比83大勝利逃晚 YTV新聞 綜合報導